來 拍這首 這首歌 今天 帶給大家 就是 昨天我講了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什麼呢? 我們樂隊其實是七個人 當然今天有些人去了俗仔 不過很重要 其實想帶出些什麼呢? 我們樂隊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當我們一起吃飯的時候 尤其是我們隔壁在這位 最要記住是這位黃衣服 我們吃飯的時候是沒有試過 所以是可以 那道菜 鋪著大櫃超過一分鐘 那道菜來到 是不夠三十秒 是會不見了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七個人 尤其是第一個 拿著這張筷子出來 然後 對 好… 那我們做什麼呢? 就是爭 有些朋友 有些支持我們樂隊的朋友 來和我們一起吃飯 都覺得很奇怪 為何朋友也吃飯 不夠錢都會吃飯 對 那為什麼呢? 原來就是 話說這個男生 就是因為現在報館的身份 是很像的 看這個筆筆筆筆 我們其他學員 因為經過得吃 和我們一起 都是用這個方法去 和大家一起 各句給自己吃 起碼自己吃 導致其他朋友 就說 一碟送十秒 其實就好像看電視一樣 那這個情景呢 我就用了一首歌 來形容這首歌 來形容這首歌 就是這一首 十二隻恐龍去野山 細繩手裡有車出發表 路上唱歌謠快快樂樂 四眼陽朗大胃 勇結過冰河 勇結過冰河 二十個車子 雙眼都 十二十個車子 再齊 努力 Merry Merry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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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呢 我用了來形容 因為 Apple 是我們整班 最近的一個食客 就是十二隻恐龍的野餐 來形容這件事 Thank you 請給你們這首歌